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大狗狗,睡眠带来欢乐的小狗狗 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来玩这个你好邻居2 那么在上期的话,我们也是找到了两把钥匙 最后一把钥匙呢,就在这个富豪家里面 只要找到这把钥匙啊,就能救出这个小男孩了 那我们就开始游戏吧,看一下这把钥匙到底藏在哪里 发现啊,前面有个烤炉,人不在,火还一直烧着 我呢,拿起了这灭火器,把这火给灭了 然后拿起这块烤肉,我呢,拿到这块烤肉呢 是要给这个狗狗吃的,以免等一下它不乱叫 有了烤肉之后,它就不会叫啦 好的,我呢,也是挖到了这权杖 这个权杖啊,是放在这大门口的雕像上面的 然后就会打开了,一个暗格 里面呢,有个奖杯,拿到这个奖杯呢 我们要直奔富豪家的2楼 进入这大门呢,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富豪 一旦被看到的话,它就会来追我们 糟了,我被看见了,要尽快到达这富豪的卧室里面 好的,没想到我们要找到5个奖杯啊 那就有点难度了 而且每个奖杯的底座形状呢,都是不一样的 有一个奖杯也是在这富豪的卧室里面 刚才呢,我们也是被看见了 所以我们需要赶紧下到一楼 然后再跑上去 把它甩开之后,我们就有办法 上到这个天花板的上面了 好的,这个富豪已经被我甩掉了 我们也是先到这上面的小仓库里面 把这个电闸打开 在底下的话,是有个暗格的 在这呢,拿到了一个奖杯了 现在我们再绑回去 借用富豪的床,把我们弹上去 看到了,这奖杯啊,就在这儿 现在呢,总共找到了三个奖杯 还差两个呢 在这儿呢,也是有个机关 通电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密码所的位置 按下密码 拿到第四个奖杯 好的,我们打开衣柜 连通到另外一个卧室里面 要注意一下 哇,这富豪来了 现在来不及放上去啊 我们先躲在这衣柜里面 等它走之后,我们再出去 它还没有走 OK,走了 还是得小心点 它有可能再次返回来 它门关住就安全了 好的,给它放上去 对应的形状 诶,不对 这个是方形的 还有个三角形 一个圆形 接下来就差一个奖杯了 这富豪又来了 快跑 幸好这衣柜是可以连通到其他房间的 我们从这个暗格的位置跑到它的后面去了 现在跳上这天花板上面 看到了第五个奖杯了 接下来就是要返回到我们刚才的位置 把这奖杯放上去 任务就全部完成了 小心点 这个富豪应该是在二楼的位置 没人 赶紧给它放上去 顺利获得这船舵了 接下来这船舵就要放在指定的位置了 然后呢,转到相同颜色的指针 OK,打开了密室 终于获得这把钥匙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老王的家里了 这把钥匙呢,是打开老王最里面的位置啊 这可是最后一关咯 我们一定要当心点 别被这个老王给发现了 真相呢,就要慢慢浮出水面了 老王到底又没有把他的儿子关起来呢 打开这小房间里面 发现了一本书 里面呢,有个暗格 居然有个扳手 我们拿到这个扳手呢 就是要打开这个房间的 看到了这本书了 OK,我们拿上这本书啊 又得返回来 要注意啊,这老王已经来了 不要被他给抓到 我们跳到另外一边去 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本书啊 放在我们刚才进入的小房间里面 好的,给它放上去 然后我们就能获得一个熊的头 还有这鱼头 还有这鱼头 我们都要拿上 这些动物的头呢 是要安在二楼的一些雕像上面 我们还差一个野猪头呢 我们要先安上这个把手 打开后备箱 OK,最后一个雕像的头找到了 接下来按对应的位置 给它装上就行了 前面呢,就是一个野猪头 好的,鱼头 还差一个 刚才熊的头呢 我们也是没有拿 重新放回来 拿上这个熊的头 然后出去 不好 被这个老王给发现了 当心点 我们绕一圈 看它有没有追上来 来了 我们绕回去 把它装上就行了 OK,搞定 把这些雕像的头放回原位呢 我们就打开了一个暗格 发现了一把钥匙 是打开这个牢房的 我们打开看一看 里面有什么 是这个小男孩 我终于找到他了 他好像很害怕 看来他是被关太久了 没事 唯有他亲自折的紫飞机 他看到了 看来慢慢的相信我 走,我可以带你离开这里 当我准备带这个小男孩离开时 这老王发现我了 小男孩看到老王的眼神 也是惧怕无比 他突然就松开我的手了 而我呢 被这个老王给抓了起来 看来我的营救 有可能要失败 哎,小男孩你别跑啊 完了完了 我被关进了这牢房里面 现在是解救任务 变成了逃离任务 我要赶紧想办法 逃出去才行啊 在牢房的里面呢 是有一个密码锁 我们需要破解这密码锁 才有办法出去 在这牢房里面 我看到了一个2的数字 应该还有其他数字吧 然后这里个3 应该是这些密码了 这密码锁上面有个蜘蛛网 我们需要 找到剪刀 然后 把这蜘蛛网给剪掉 好的 剪掉蜘蛛网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挪动密码了 来破解这密码锁 好的 成功破解 接下来我们要剪掉这个蜘蛛网 拉下这个机关 这楼上的楼梯呢 才会升降下去 我才有办法逃走 我们逃出来之后 也不能放弃这小男孩啊 接下来 我们要打开这大门 带着这小男孩逃出去 OK 这大门呢 我们已经打开了 这小男孩也是躲在了柜子的底下 我叫他过来 他听我的了 不好 我们被发现了 快走 这时候 突然发生了意外 这老王被这乌鸦给压住了 小男孩的表情也是十分的担心啊 毕竟 他可是 小男孩的亲生父亲啊 最后 他还是跑过去了 看来他们父子俩 已经解开了心结 我这一波营救 也算是没有白费啊 突然 我的背后 出现了个黑影 给我一棍 我直接 晕倒了 原来这故事 还有另外一个坏人啊 可他到底是谁呢 他跟老王 又有什么关系 这一切的谜题 只能等待 你好邻居三啊 谢谢大家